基本上1,你需要用什麼,錄製聚齊 聚齊錄製的方式,我大概講一樣 1,就是你可能要彩排,彩排動作 1,先游標放在J1好了 我的習慣是用資料裡面的篩選 所以你可能要彩排第一動作就是篩選 游標放J1,然後這邊的話用包含 那包含部分的話,你可以用文字篩選裡面包含 那包含裡面的話用什麼 假設我剛剛忠孝東已經輸入過了 盡量就不要重複啦,可能找其他的吧 找什麼,找仁愛錄,找仁愛錄 找信義錄好了 信義 信義錄好了,OK 好,假設我今天找完這一個,按下確定 那你會發現呢,他就會幫我把信義錄的部分呢 把它留下來 留下來之後的話,你可以優標放A1 做什麼呢,Ctrl Shift向右再向下 Ctrl Shift向右向下做什麼呢 就是把它Ctrl C Ctrl C之後的話呢,再增加一個新的工作表 不過呢,這個新的工作表名稱 它叫工作表5,不是我們要的 那怎麼辦呢,這個地方錄字句集無法變更 因為你頂多是點它兩下,把它改成信義 但錄進去的東西,將來你不可能每次都是信義錄吧 所以怎麼辦,你要用一個變數去取代它 那再來什麼,優標放A1,Ctrl V貼上 貼上之後的話呢,頂多是欄寬自動調整 常用裡面的欄寬自動調整,有沒有 調整完之後呢,切回到地址 做什麼呢,把篩選的狀態把它恢復 OK,那這樣就完成一個cycle了 大概是這樣啦,就是把這個動作錄完 那錄完之後的東西,基本上呢,要修改 那有哪些地方要修改呢 我剛剛講的,第一個 我們會在那個程式裡面 增加一個input box 這個是自己增加的 這個重複這個先拿掉 我們先不考慮重複 就是用input box 其實就是我剛剛我們秀出來那個對話方塊 那個叫input box 那input box裡面的話會顯示一些文字 請輸入查詢關鍵字 它就會秀在哪裡 秀在那上面 所以你一執行的話,它就會怎樣 它就會執行,假設這樣 它就請輸入關鍵字這樣 那你是不是會輸入一些東西 比如說你輸入一個所謂的信義錄 假設這裡還沒查完 所以信義錄 OK 信義錄 好,這個時候按確定 它就會幫你把剛剛使用者填的信義錄 丟給前面有個變數 那s實際上就是去抓到使用者輸入的那些字 OK 所以以後,假如說你要跟使用者互動 最簡單的方法input box 不然它有個缺點 只能夠一個格子 但如果你要多個格子 可能就用錶單 錶單之前我們講過嘛 你可以很多條件 那再來的話呢 一樣嘛 把剛剛執行程式的部分 錄製完之後修改 修改哪裡呢 其實關鍵來了 你錄製完的東西 可能1你要選取A1 然後篩選 那篩選的這邊會有個 criteria 1 這個是1 等於什麼呢 大指的是萬用資源 不管前面是什麼 也不管後面是什麼 中間呢 串一個這個東西 s 因為我們原來是信義錄 那這個時候你就要把原來的固定的那個字串 改成一個變數 這第一個要改的 第二個要改什麼呢 第二個要改這個 新增一個工作表 之後有沒有 後面有一個要自己寫一行程式 下面這一行要自己寫喔 這一行指的是 你add指的是新增工作表 shits指的是 那個工作表物件 add 那after指的是什麼呢 一個引述名稱 冒號等於指的是你要傳什麼 意思就是說 我要新增工作表 在after指的是後面 指的右邊 那在哪個的右邊呢 跟他講說我要在shits工作表 shits點抗 意思是總共有幾個 意思是最後那一個 序點抗意思是最後那一個 所以這個地方他就幫你把這個新增工作表 增加到最後一個那個工作表的後面 然後呢再來就是把最後那一個 所以其實序點 序點抗意思是 序點抗意思是 序點抗意思是最後那一個的名稱 就把它改成要信一路 所以這兩行非常重要喔 新增命名這兩行 這兩行可能要自己稍微改一下 再來的話呢 跑完之後呢取消篩選 就完成了 所以其實查詢喔 在這邊用錄製劇集修改 其實相當簡單喔 那其實這邊的話請各位試一下 改的話大概就是改這一行 跟改這個 跟改這個 有三個地方 先試試看就是說 在我給各位的那個補充講義裡面 其實也有一個就是 我們的05 範例05裡面 然後步驟部分的話 各位可以參考那個 這個畫面裡面 的程式 程式我有做一些註解 這裡的話請各位試一下喔